康纳麦格雷格UFC303回归的门票套餐超过12000美元 UFC303门票4月26日开始发售 最低门票价格405美元 最高的VIP套票超过12000美元 包括那场门票、场内招待、称重仪式上的预留座位 称重后的招待会以及进入场馆的专属通道 DC建议康纳和钱德勒争夺165磅冠军 轻量级和次中量级之间的15磅 让许多拳手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这中间人才积极 开设男子第九个量级会让UFC体重划分更加合理 开设一个新的量级需要一个新的腰带 让康纳和钱德勒来争夺腰带再合适不过了 DC建议增加165磅 将170磅改成175磅 185磅改成195磅 轻重和重量级保持不变 肖安奥玛丽认为自己与加西亚的拳击比赛还差两场胜利 一场拳击比赛是有可能的 UFC告诉我 你可以打一场拳击比赛100%的 只要它能让我们赚到足够的钱 选项永远都在 只需要赚到足够的钱 我还没当大的地步 还需要两场炸裂的比赛 然后我就可以讨论我想做的事情了 对此 加西亚回应道 你准备好流血吧 UFC Apex将首次主办WWE赛事 WWE宣布他们的NXT Battleground赛事 将于6月9日星期六在UFC Apex举行 这标志着WWE首次在拉斯维加斯UFC Apex举办赛事 但这并不是UFC Apex第一次举办其他活动 除了UFC赛事 特和白大拿挑战赛之外 PowerSup还在那里举办过多项赛事 密堂看了斯特林UFC300的比赛 说自己拯救了除量级 斯特林看起来不错 但他让卡尔文看起来很糟糕 我想这已经是三次了 三次不同的时间 人群都在发出蓄声 斯特林只是把他打倒 压住他 把他压在那里 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他的风格 你知道 我拯救了除量级 这就是我要说的 UFC精英之路第三季对阵确定 首轮5月在上海举行 UFC今日公布了 UFC精英之路第三季的消息 第三季的首轮将于北京时间 5月18日和19日 在中国上海UFC精英训练中心举行 UFC精英之路第三季 分为男子音量级 男子除量级和男子语量级 女子草量级也将首次 在该锦标赛中进行 中国选手吉牛史约 达尔米斯 巴尔耿 尹帅 朱康杰 谢斌 冯潇灿 黄飞尔 董华湘 10名参加获胜及晋级的锦标赛 王聪 延启会 巴哈热波勒参加飞锦标赛对阵 佩雷拉表示 愿意跟任何人战斗 我就像一只斗鸡 你把另一只攻击放在我面前 我就会跟他斗 但我们必须考虑什么队伍 我的职业生涯和我的团队最有利 我愿意与任何人战斗 只是我不是决定者 斯特林说在UFC300上 表现了极强的统治力 别误会我的意思 我在UFC300那个夜晚的战斗 并不是最有趣的 但却是最具统治力的战斗 我可以说是整张战斗卡中 最具统治力的前三名 我认为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利用我的技能来对抗卡塔尔 把他从一个危险的人 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人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值得赞扬 身上纹了一条龙 还有T拳两个字 你知道这是谁吗